觉者Yachek如何达到忘我? 2021年3月2日,本文《未觉者在尝试》 与学生的问答录,对于想开悟的朋友,是非常好的参考 以下未简称Y,Yachek S,Students S 我有时候能够感觉到那种平静,我也能够观察到很多的想法 能观察的话,也很快能够拉回来 但是不会进入一个很完全的那种定的状态 很难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就是很难达到一个全然的忘我的一个入定 就是说我一直在游离,虽然心很平静 但是我随时可以出来,就是不会持续很深入的定性状态 Y,在禅定里面,忘我意味着对世间妄想、时空、身心的一个全然作望 忘我并不是一种昏昏欲睡的无意识状态 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些微妙的联系 昏昏欲睡是昏审的一种,是较深的昏审 昏审几乎和无意识同步 当一时长时停留一个陌生的领域它通常倾向于无意识 当心达到第一个平静的层次,比如无思虑 这种无意识就开始运作了 但这并不是禅定所达到的有意识忘我的状态 在有意识忘我里面,一定会有光明被带入到这个黑暗领域 光明意味著智性,意味著全然觉知 完整地体验它的真相 散乱和无法统一的一时需要被一种神圣的力量所消解 身心凝固为一个整体 感官无法被外在牵拉 头脑很难进行分别和思考,仿佛没有我的存在 这就是初步的忘我状态 Y,全然的忘我意味着空性圆明的境界 空性是莫有任何一物真实存在的感受 明示光明变在 在空性里面虽然莫有一物,但是充满了光明 圆是圆满 身心内外莫有任何一处黑暗存在 莫有丝毫的无意识 莫有残缺 已经达到了极致 这就是万法皆空 这种空性圆明里面莫有形象和影子 所以也没有空间和主客 只有我知和我在的一时 当这个忘我随著有味的努力 包括空明的绝兽一起平息下来的时候 真如法性将会现前 这个是自然 一直都存在的万物平等法性 它超越时间和空间 与一切万法既不相同 但也不是不同 无法理解 也无从思考 从经验上来说 现到真如法性已经是证悟到自己的本性了 Y,我们不能达到空性的体验 主要是内心不够清静 欲望和想法太多 或者身体习惯多动 这是莫有养成专注力 达到心意净性 不能达到光明变载的体验 主要是精微能量 精气能量 光能量 还不能达到充盈 所以只能体会一些短暂局部的绝授 只有经历过长期的训练积累 才有足够能量入定 在入定的状态下 一个人的身心和神圣力量 紧紧固住在一起 难以分离 没有这种专一的意志力 就不可能达到忘我 但除非是非常渴望这种合一的体验 否则几乎没有人 可以简简单单就达成它 这是不可能直接跳过中间过程 而达到的 即便靠运气 偶然碰到类似境界 也很难再有第二次体验 Y 对于刚开始探索的练习者 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正确禅修的标准 比如寂静 清安 无念 喜乐和光明的绝授 过程中努力保持自己的意识清明 再慢慢把合一的渴望提升上去 关照和凝聚的力量才会变得强大 但通常我们也不需要有意去寻找绝授 而是要耐心等待那个转换的时刻到来 当觉知变得稳定 它会自动搜索病找到那条带你进入到更高领域的能量通道